大白天的 楼上的女人又拉上了窗帘 我熟练地掏出手机 发了一个短信 不一会儿 两个男人进了我的家 他们没有任何的犹豫 迅速走向了阳台 向楼上爬去 我拿起电话 拨打了两个电话 警察叔叔 这里有人打架 姐夫 你快回来 姐姐马上就要生了 我和姐姐都有些行动不便 姐姐已经怀孕八个多月了 我则比她晚两个月 我指了只腿上并不存在的瘀青 撒娇道 姐姐一看 我又受伤了 姐姐纤细的手指 抚摸着我的伤处 心疼道 我这次给你姐夫打电话 让她回来修灯 姐姐 姐夫每天工作那么辛苦 这种小事情 就不要麻烦她了吧 我撇了撇嘴 把那双在我腿上的手打了下来 要不然 让楼下的王哥帮忙换一下 姐姐红着脸说 姐姐是一个脸皮极薄的人 动不动就会脸红 我嫌恶地望向窗外 叛了口气 哎 估计王哥家又要有一场大战了 姐姐轻轻啊 吁一声 脸瞬间爆红 那 要不然我来试试吧 姐姐捂着肚子 小心翼翼地开口 那多不合适啊 我不着痕迹地 给她让出了位置 要不是肚子里的孩子 闹腾得厉害 我才不舍得麻烦姐姐呢 我忍不住嘴角上扬 掺着姐姐的胳膊 把她架到了梯子旁 姐姐一定要当心啊 我慢慢松开了扶梯子的手 抱着双臂 站在一旁冷眼旁观 姐姐一只手臂 紧紧抓着梯子 另一只手护住自己的肚子 姐姐 你放松一点 我给你扶着梯子呢 我用手拍了拍梯子 听完我的话 姐姐明显松了一口气 开始手脚并用 吭哧吭哧爬了起来 就像是一个大乌龟 想到这里 我不禁笑出了声 拖着笨重身子的姐姐 慢慢爬到梯子顶部 直到两条腿 稳稳跨坐到了梯子顶部 姐姐的脸上 才堪堪露出一次笑容 燕燕 灯泡呢 姐姐的手向下摸索着 糟糕 灯泡忘记拿了 我一拍自己的脑袋 姐姐 你等我一下啊 我去拿灯泡 姐姐轻轻嗡了一声 你身子重 天黑小心点 知道了姐姐 你千万别下来 我马上就回来 我站在原地慢悠悠地走着 直到声音消失 我停下了脚步 我小心翼翼控制着自己的呼吸 但是剧烈的心跳 还是出卖了我 咚咚 咚咚咚的心跳声 在这漆黑的走廊里 格外清晰 姐姐明亮的眼睛眨了眨 竟然摸着肚子唱起了童谣 宝贝乖 乖宝贝 妈妈等着你出来 姐姐的脸上母爱泛滥 一首接一首唱的没完 烦得我只能拍了拍梯子 姐姐 我回来了 给你灯泡 姐姐脸上泛出红韵 有些不好意思的嗡了声 姐姐刚下了梯子 突然不知哪里窜过来一只野猫 喵嗡一声 就蹬在了我的手背上 瞬间手背上出现一道长长的白色划痕 姐姐听见动静连连惊呼 后退了好几步 我看了一眼受惊的姐姐 反倒是没那么害怕了 抓着手边的野猫脖子 扔了过去 出乎意料 我没有听到姐姐的喊叫 反倒是一个怒气满满的男生 在黑暗里炸起 燕燕 你玩得太过了 我撇了撇嘴 满腹的委屈 姐夫 我没事 别怪燕燕 姐姐替我解围 一声惊呼 姐姐被男人拦腰抱起 身子这么重 眼睛又看不到 我看他就是故意的 黑暗中 姐夫咬牙切齿 虽看不清楚 但我知道他一定很生气 对于姐姐 他总是很紧张 这就是我讨厌姐姐的原因 刚回到家 我就收到姐夫的短信 以后有啥事 你直接跟我说 你姐他身子不方便 经不起你的折腾 我哈哈两声敷衍过去 眼泪却流得满脸都是 我和姐姐住在楼上楼下 姐姐却比我命好 嫁得老公高大帅气 体贴如微 而我呢 和老公的关系并不好 他是一个船员 一年船靠案一次 我懒得找他 他也嫌麻烦 每次视频 也总因为他的信号不好而中断 姐姐眼睛不好 姐夫主动包揽了所有的家务 让他食指不沾阳春水 我记得姐姐结婚那天 姐夫发誓 他要做姐姐一辈子的眼睛 这样的爱情 就是让我眼瞎 我也愿意 叮咚 手机震动了一下 把我从回忆里唤醒 燕燕 三缺一 到你那里打牌吧 语气强硬 不容反驳 我死命咬着下嘴唇 发出甜甜的语音 等你们呦 窗外天空昏暗 压的人喘不过气来 犹如我此刻的心情 会暗难堪 一阵风灌了进来 我打了一个寒颤 三个男人鱼灌进入 我压住内心的恶心 冲他们笑 我有些不舒服 还是开着门吧 这是我们的暗号 代表此刻男人在家 男人们瞬间没了精气神 互相推嗓着 猥琐地看着我的肚子 我的后背 泛起一股不舒服的感觉 合住衣服 护住了自己的肚子 打牌期间 肚子里的孩子一直动得不停 我知道孩子饿了 一直打到凌晨两点 光头男人打了一个哈欠 另外两个男人 也顺势放下了手里的牌 走吧 今天输了不少了 光头男人起身的瞬间 在我脸上掐了一把 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王哥 我欲据还银地推了他一把 送走了男人 我数了数手中的钞票 整整三十多账 除了船员丈夫不定时的施舍 这就是我主要的经济来源 王哥他们每个月 都要来我家打牌一次 当然每一次都是他们输钱 输了钱 我会给他们阳台上的钥匙 那里有一条 可以冲向楼上阳台的梯子 楼上是我姐姐家的卧室 我恨姐姐还有一个原因 我们家族一直有一个遗传病 那就是女孩到25岁那年 眼球会逐渐萎缩 直到完全看不见 在姐姐之前 这一直是一个传说 直到姐姐25岁那天 眼睛突然就看不清了 才引起重视 我是继姐姐之后的第二个孩子 所有人都说 我的眼睛也会在25岁那年下掉 妈妈的爱一夜之间消失 他们甚至有了生三胎的打算 妈妈对姐姐有多联系 对我就有多厌恶 仿佛我才是罪魁祸首 我真的好恨 我把迎来的钱一下又一下摔倒在手心 直到掌心通红 凌晨两点半 我拨通了姐姐的电话 姐 明天一起做检查吧 电话那头沉没了两久 直到痛苦的低传声在手机里传来 我才确定手机是通着的 姐 你没事吧 我恨不得现在就飞飞上楼 没事 先挂了 电话被迅速挂断 我一脸的猛圈 这是答应了没有 不过手机挂断的前一秒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难道姐姐没在家 我抬头看了眼楼上的阳台 七黑一片 大概是睡着了吧 我在心底暗自私存 姐夫 明天我跟姐姐一起做检查 你也一起去吧 离睡前我收到了姐夫的回信 好 虽然简洁明了 但还是让我十分兴奋 我双手放在肚子上 轻轻地抚摸着 儿子 明天我就靠你正脸了 要是你姨父知道自己孩子是一个女孩 还是一个瞎子 会不会后悔呢 我捂住自己的嘴 笑出了声 当手机铃声把我吵醒时 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一看手机 竟然有很多未接电话和短信 点开短信一看 燕燕 你知道吗 医生说我肚子里是一个女孩 长得很像你姐夫呢 我握住手机的手逐渐收紧 你姐夫知道是个女孩 很高兴呢 哐当 手机从手里滑落 砸在了地上 发出巨大声响 我想起上次跟丈夫分享儿子去世时 丈夫那冷漠的表情 不由地从头喊到脚 压住内心的不适 才发现事情的不对 深更半夜 姐姐怎么去了医院 难道是要生了 冷不丁 我想起昨天电话里听到的声音 似乎是风声 但除了风声 好像还夹杂着什么声音 我努力思索着 好像是金属撞击的声音 就像皮带扣的声音 我一拍脑袋 没错 是皮带破空的声音 我的脑袋汪 等一下 瞬间当机了 电话里姐姐痛苦的喘气声 皮带破空的风声 医院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 又好像不明白 但是我不相信 姐夫会是那样的人 我默默删掉了通话记录和短信 脸下眼皮 关上手机 李莉 姐夫就证词我不知道 为什么 李莉茫然地摇着头 我敲了敲桌子 老实交代 李莉点了点头 田警官 我不知道董婉为什么要那么做 李莉痛苦地揪着自己的头发 那天 妻子像是变了一个人 明明她是那么爱孩子 可是在知道孩子是女孩的瞬间 她变了脸色 泪水布满她的脸颊 显得十分 无助 女警小和给李莉递了张纸 李莉一边擦眼泪 一边开始回忆 那天半夜两点半 她摇醒我 告诉我孩子动得厉害 喜滋滋地说是一个儿子 我逗她 我可不喜欢小子 我喜欢贴心的小棉袄 当时她脸色就不好看了 我皱了皱没打断她的话 主要交代生产那天发生什么 李莉激动了脸上 瞬间一片阴沉 那天接到燕燕的电话 我懵了 她告诉我董婉出轨了 让我去捉奸 我压根不信 可以想到玩儿随时回声 我怕了 我不能任由董燕胡闹 李莉顿了一下 无奈地攀手 董燕很喜欢恶作剧 有时候我能很明显地感觉到 对于董婉 董燕有一种很深的敌意 董燕对董婉的敌意是因为你吧 我一针见血地挑开话题 面对我的质问 李莉眼神躲闪了几下 很快恢复了从容 她坦然地与我对视 是的 但我们清清白白 她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 我压根就不信 打开门的时候 和我想象的一样 屋子里根本没有第三个人 妻子蜷缩着身子倒在地上 裙子被羊水如是大半 看样子马上就要生产了 我冲上去抱起妻子就要去医院 奄奄一息的妻子却拉着我的袖子 我坚持不住了 马上就要生了 我不知道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看着妻子从我的怀里 一点点慢慢滑落 直到咕噜一声 响亮的婴儿啼哭声把我惊醒 我这才反应过来 妻子竟然把孩子生在了家里 我赶紧抽出被子 把妻子和孩子一同包了起来 虚弱的妻子 在孩子的啼哭声中有了一点精神 妻子大口喘着粗气 在孩子身上胡乱地摸索着 突然就大叫了起来 她大叫什么 我一脸疑问 她大声呼喊着 这不是我的孩子 不是 我的孩子是一个男孩 李莉的头低得很深 然后 她就 李莉悲痛得不能自已 她就怎么样了 小和焦急地问 不知她从哪里弄来一把水果刀 审讯室里的人同时倒吸了一口气 她拿着水果刀 刺向了那 孩子 李莉有些不知所措 茫然地看着女警 直到现在 还是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孩子 三个警察 都是一脸地问号 我知道他们不信 我也不信 凭借本能 我接住了刀子 我看了眼李莉手上的纱布 点了点头 示意她继续说 她用力刺了几次 可是都偏了 她眼神不太好 李莉闭上眼睛回忆着 试图感受妻子的精神世界 显然刀子没有刺中孩子 因为全都刺在了李莉的肩膀头上了 李莉用自己的肩膀 扛起了孩子的生命 后来呢 李莉闭上了眼睛 似乎不想回忆那段痛苦的回忆 后来 她越来越魔障 眼睛里没有一点为人母的慈爱 全是凶狠 也许说我疯了吧 那一刻我竟然有了杀掉她的念头 我真是该死 李莉痛苦的捶着自己的头 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魔鬼 我抢过瓦儿手里的刀子 刺向了瓦儿的身体 李莉熬了一嗓子 开始用手抽自己耳光 那不是你的错 你要不这样做 孩子和你都会死的 小河拍了拍李莉的肩膀 这么看来 董婉的死属于意外 你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我看着自己面前的卷宗 马尔她 死了吗 李莉正正的盯着地面 浑身筛坑一样抖了起来 一片寂静 没人回答 答案显而易见 为什么你们不救活她 李莉嘶吼着 我静静地等李莉发泄完 扔出一句话 死之前 董婉给我们交代了几句话 李莉愣在哪里一动也不动 难以置信 她说了什么 她说谢谢你 我直勾勾地看着李莉 她说你让她解脱了 还让你和董燕 一起把孩子肥养长大 听完我的话 李莉不停地用脑袋撞的桌子 嗓音沙哑 玩儿 我只想跟你一起把孩子养大呀 我趁热打铁 没给她太多的时间 你能解释一下 她说了解脱 是什么意思吗 也许接受一个忙孩子 对于她来说一种负担吧 李莉忒然靠在椅背上 放李莉出去之前 我堵住她 真不知道屋子里还有其他人 李莉笑出了眼泪 还有意义吗 我的婉儿永远地离开了我 小和背过身 抹了把眼泪 你相信的对 他们确实不是董婉的肩负 但却是那天现场的目击证人 李莉呆愣在原地 显然没明白我话的意思 三个男人的证词 其实真正替李莉 洗脱罪名的原因还有一个 那就是第三人的证词 只是这里的第三人 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 而是三个人 他们本该是董婉的肩夫 但却变成了 洗白李莉杀人的目击证人 提审李莉之前 我们已经对三个目击证人 进行了提审 说一下当时的情况 你们看到了什么 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都低下了头 最后还是目击人之一 王强先开了口 他发怒了 我们更是不敢上前了 我们躲在暗处 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刀子 一次次次向虚弱的女人 为什么 你们不出来 阻止这个事情发生 审问的警官 用笔在桌子上敲了敲 我们哪敢啊 警官 他手里可是有刀子的 我们还以为 他只是闹着玩 没想到他来真的 再说 要是他知道我们 藏在他家的阳台上 恐怕是连 我们都要一起砍呢 王强后怕道 那天的他 就像是地狱里的魔鬼 说到这里 他们的眼睛瞪得很大 仿佛魔鬼近在咫尺 你们觉得 李莉是主动发起的攻击 还是正当的自卫 自卫吗 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都笑了 也许吧 反正这次董燕反应挺大的 一直默不作声的 目击者二号老李开口 你们倒是该去查一查 他们夫妻俩生是疯子 目击者三号前三插了一嘴 什么意思 不要有隐瞒 我立声道 杀人犯在笑 被杀的人也在笑 这不是疯子是什么 前三想起那天 两个人诡异的笑容 没有来的汗毛倒数 你是说 李莉也在笑 警官拧着眉 就是说呢 一会儿笑一会儿哭 不是疯子是什么吗 前三挠了挠头 董燕也笑了 这不太可能吧 你们不会看错了吧 怎么会看错 他在笑 我们不止一次看到他那样笑 他在笑 他是自愿的 我们都这样认为 我们以为这一次 还会和之前一样 前三苦笑的 意识到多嘴 前三麻溜的闭上了嘴 可还是遭到了王强 一道锋利的眼刀子 你们和董燕的关系多久了 我把视线转向 不怎么说话的老李 我们和董燕 可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们就是看热闹的 三个人连连摆手 谁让你们来看热闹的 你们是怎么到董燕家里去的 是董燕的妹妹 董燕老李悠悠开口 对于这个答案 我们并不惊讶 因为监控显示 这一天 根本就没人进过董燕的家 董燕 这娘们可是害苦我们了 王强咬着后槽牙 重重的在桌子上捶了一圈 董燕和他姐一直不对付 一直帮我们 说到这里 他及时杀住了车 我们希望你们知道 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证据 让你们来就是给 你们机会 希望你们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三个人点头如捣蒜 配合 一定配合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的行为属于侵犯个人隐私 你们已经触犯法律了 三个人迷茫的对视了一眼 默默的低下了头 这是你们的第几次偷窥 还有 你们是怎么到董燕家里的 一场审问下来 我们都很疲惫 董燕的行为 让我们对血缘亲情关系 产生深深的怀疑 真的会有人为了所谓的爱情 陷害自己的亲姐姐吗 能问的都问了 现在我们要对这个勇敢追爱 悲剧制造者的董燕进行提审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被警察带走 但隐约的我能猜到些什么 自从那次以后 我很少跟姐姐接触了 出事那天 姐姐给我打了很多电话 我都没有接 听着楼上姐姐艰难的声音 我泪流满面 手机一接通 披头盖脸就是她的谩骂 她骂我下贱 不该觊觎自己的姐夫 我恍然大悟 原来她都知道了 我承认我是对姐夫很崇拜 但仅此而已 我们从未月累迟半步 也不会有内补 姐夫对姐姐的爱 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漂亮小丑 可是现在 姐姐清纯美好的形象 在乌檐会雨里土崩瓦解 我痴笑着摇摇头 姐夫一直觉得 姐姐是阳春白雪一般的存在 这样的泼妇形象 恐怕姐夫没有看见过吧 我决定给姐姐一个小小的惩罚 骂了我半个小时 可把姐姐泪够呛 手机里她明显呼吸急促 体力不支 我劝她多喝水 少说话 羊水少了就不好了 她又骂了我一句 才挂断电话 看样子 姐姐应该要生了 我还是先发了一条短信 董燕的正词妹妹 阳台上好像占了人啊 从姐姐的颤音里 我能感受到她的绝望 是你给李莉打的电话 警察敲了敲桌子 把我从思绪里拽了回来 你是怎么知道有奸情的 田警官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姐姐每一次和他们联系 都是用我的手机 我扫了眼桌子上的手机 所以这一次 你为什么没有选择帮自己的姐姐 田警官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 我已经帮她隐瞒很多次了 这一次 她实在是太过分了 她都已经要生了 还和一些不相干的人搞在一起 我的眼纪很好 甚至一份填膺起来 就只是这样 田警官猎鹰般的毛子盯着我 我只能说实话 姐夫 她是一个好人 你和你姐姐的关系不好 不 我们关系很好 我们是亲姐妹 亲姐妹 告姐姐的黑状 亲姐妹和自己的姐夫不清不楚 一旁的小警察多多逼人 田警官眼唇咳嗽了两声 小警察立刻惊声了 田警官 难道我真的有错吗 有错的 难道不是姐姐吗 我弄木原争 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人都站在董婉的身边 难道我们不说话 就活该受欺负吗 我激动的不能自已 眼泪鼻涕一起流了下来 肚子一阵紧过一阵 我只能张大嘴巴趴在桌面上 平复自己的情绪 田警官是一个女警官 给我倒了一杯水 我们已经知道了 屋里的三个人 根本就不是你姐的肩服 你在你姐生孩子这天 让三个男人到你姐家里 让你姐夫去捉肩 竟然还报警了 田警官抖了抖手里的出警记录 你这是想要害死你姐呀 我啊了一声 心虚的低下头 我只想给他一个教训 没想害他 给他一个教训 你知不知道他马上就要临盆了 要是有什么岔子 那可是一失两命 田警官提高了嗓门 显然他也被我的态度给激怒了 我姐姐 他怎么样了 我低下头 有些心虚 你的姐姐 他 死了 死了 我有些迷茫的看了眼田警官 怎么可能 为什么 我不是报警了吗 眼泪瞬间决地 我姐姐是怎么死的 为什么你们的速度这么慢 眼泪爬满我的整张脸 我浑身抖个不停 眼神十分真诚地望着田警官 仿佛这样 我的愧疚感会少一些 我没想的 我只是 他是怎么死的 我的声音滴了下去 眼泪越攒越多 视线也开始模糊 孩子呢 我没敢说出那句话 许是看我太激动 田警官叹了口气 孩子没事 李莉保护了孩子 我点了点头哽咽道 姐姐最在意的 就是这个孩子了 你姐姐他重男轻女 田警官迟疑道 怎么可能 姐姐可喜欢女孩了 我看到田警官脸沉了下来 焦急道 我姐到底是怎么死的 田警官面色不善 生孩子是一道鬼门关 你姐过不去自己那一关 我没明白 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还是小何警官点醒了我 你姐姐是被你的姐夫杀死的 我忙完抓不住药里 谁 怎么会 他们可是很恩爱的 鬼使神差的我想起那个夜晚 电话里姐姐痛苦地低传 你倒是挺了解你姐夫的 田警官眼神锐利 小何警官解释道 你姐姐因为孩子是一个女孩 想要杀死孩子 李莉为了保护孩子 失手把你姐杀了 这显然与你说的 你的姐姐很爱这个孩子不服 还留有遗言 田警官没有在做纠缠 我和三个男人被口头教育了一番 姐夫也因为自卫杀人 并取得当事人的谅解 无罪释放 审讯是李 小何 董安把孩子交给孩子爸 我能理解 可是交给董燕 我不理解 再说董燕自己不也马上生了吗 他能照顾得来吗 真是想不通 田警官点点头 他也没搞明白 他总觉得事情过于简单了 死者行为举止过于诡异了 即使不喜欢孩子 也不至于急于在生产当天杀死孩子吧 猛然间想起审讯时一个目击者说的一些话 虽然当时看起来前言不搭后女 但现在看来可能也是一个方向 知道一切都是我的恶作剧后 姐夫并没有多说什么 也许眼泪早已流干了吧 他抱着孩子背对我 燕燕 你姐没了 我不再是你姐夫了 孩子要带回老家了 你好自为之吧 我急忙拽住她的衣袖 姐夫 我没别的意思 你们马上要走了 孩子自打出声也没见过妈 这几天就让我这个小姨好好疼疼她吧 姐夫看着怀里嗷大哭的孩子 忠实有些不忍 在我脸上扫了一眼 认真地说 一个星期后 我来接孩子 说完把孩子放在我手上 头也不转地走了 走之前 她把楼上的钥匙丢给我 让我自己去找一些孩子的衣物 我知道她接受不了姐姐的死 更加无法面对 自己亲手杀死了姐姐 我又何尝不是呢 一直以来 我都嫉妒眼瞎的姐姐 她眼睛让她的貌美发挥到了极致 她得到更多的关注与爱护 而我就像是一个跳梁小丑 跟在她的身边 一点好处也没有唠叨 非但如此 还承接了她美貌的货事 姐姐有姐夫保护 我呢 一个永远找不到的丈夫吗 呵呵 那些基于我姐姐美貌的男人 把注意打到我的身上 光头王强 老实人老李 怕老婆前三 可他们哪个是老实人呢 每一次 他们对我动手动脚 我只能多恨姐姐一分 直到那一次 他们当着我和姐姐的面 说着不堪入耳的话 我打了光头一个巴掌 一切都变了 他们开始往我家门上涂脏东西 家门口的灯泡也被他们砸烂 我不止一次的再倒到自家门前 我能怎么办呢 家里没有男人的我 只能忍 后来 我想到了一个肮脏的办法 总算男人的视线 不在我身上停留了 我和姐姐的关系缓和了很多 只有我知道 姐姐付出了什么 一个月一次 我允许三个男人 从我家爬上姐姐家的阳台 对她进行两个小时的偷窥 这就是姐姐给我出的主意 这两个小时里 姐姐的一举一动 都暴露在男人们的视线里 而我 只需要守好阳台这个出口 充当他们的眼线 我恨这样的自己 但又拼命 但给自己洗脑 至少我守护住了自己的底线 我不是喜欢姐夫 只是觉得对不起姐夫 所以 我告诉自己 要加倍地对这个孩子好 孩子安静地躺在姐姐购买的婴儿床里 甜甜地笑着 我开始寻找孩子的衣物 喜好的粉色帽子 粉色衣服 粉色奶瓶 甚至连安抚奶嘴都是粉色的 最后 我在沙发底下 发现了几双没有拆封的蓝袜子 看着手边的衣服 我陷入了沉思 姐姐真的如姐夫所说的那样 重男轻女吗 我给姐夫李莉发了一条信息 告诉她自己打算暂时住在这里 她自是没有回我 我就当她答应了 看着见底的奶粉 我告诉她来的时候 烧两罐奶粉 她回了点头的表情 她来的时候 孩子正饿地嗷嗷大哭 我着急忙慌对奶粉 李莉从我手里接过了奶瓶 示意我抱孩子 我了然 姐夫兑完奶粉就走了 对孩子没有一丝的留恋 也对 孩子的眉眼长得和姐姐十分相像 估计是怕自己难受吧 可惜 我还想问一问 关于姐姐重男轻女的事呢 孩子喝完奶很快睡着了 脸蛋浑腾腾的十分可爱 不过这一觉 孩子睡得有点长 整整一天 我甚至都怀疑孩子是不是没了 所幸孩子醒来后 又是生龙活虎 咕嘟咕嘟喝了一大壶奶粉 晚上刷奶瓶的时候 我发现瓶底沾了一片白色薄薄的药 我身体猛然一将 心秃秃跳了起来 快步走到书桌前 拉开抽屉 我艰难地摇着头 手里的药盒子掉在了地上 嘟嘟少了一颗 我明明记得 昨天收拾桌子的时候 他还是完整的一盒 这一瞬间 我浑身冰凉 怪不得孩子睡了一天 原来是喝了加料的奶粉了 猛然间 我想起了什么 我趴在地板上 拿起条肘 往床板上一扫 速速两声 无数遍间只飞了出来 别忘了提醒他吃药 我再也受不了了 今天不是他死 就是我王 一字一句 利透纸背 我能感受到姐姐的无奈与愤怒 一个可怕的想法 在我脑海形成 姐姐真的重男轻女吗 姐姐真的想杀的是孩子吗 姐夫为什么说谎呢 姐夫喝的是什么药 为什么他要给自己的孩子喂药 一个个谜团 看来这里面还有很多 我并不知道的事 我决定把床底下打扫干净 扫帚却被卡住了 竟然还出了清脆的声音 我猜测可能是钢板一位 就用手试探着摸索一下 滑滑的 舒染我瞳孔猛然一缩 我竟然摸到刀刃 突然一阵刺痛 我猛然收回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我的手被割了一个大口子 一时间血流如注 我用床单紧紧包住伤口 地板上滴滴答答 还是躺了不少血 是刀子 我反应过来 看着桌子上的刀子 我陷入深思 显然这不是外人干的 那 姐姐还是姐夫 谁藏的刀子 为了防谁 还是为了杀谁 自从在床下发现刀子以后 在哪里发现什么东西 我都不会惊讶了 比如洗衣机排水管那里 我发现了姐姐的日记本 我告诉自己 这一次一定不原谅她了 下午她就拿着玫瑰花 跪在我的面前 求我的原谅 可是这也不妨碍 我和男人说一句话 就被打得遍体鳞伤 为什么我忍受呢 我一遍又一遍问自己 还不如现在就去死 可是我放不下肚子里的孩子 和楼下的妹妹 为了他们 我一定要活下去 第二张日记 今天 李莉又踢了我的肚子 孩子一个下午都冻得厉害 我知道她不喜欢女孩 可是我还是抱有一丝幻想 我祈求她 等我生完孩子 随便她打 可是她不听 我的孩子呀 我能活到生下你吗 你愿意活在这样一个家庭吗 我泪流满面 原来姐姐过得那么苦 抱起婴儿车上的孩子 我亲了又亲 第三张日记 那三个男人没有上来 我知道是因为李莉今天在家 此时此刻 我多么希望他们上来帮帮我呀 我想我可能活不过今天晚上了 以前 每一次挨打 我都是笑着的 因为有外人看着 我不想显得自己有多狼狈 也许这一次 看到我这样的惨状 他们不会袖手旁观的吧 妹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李莉已经打累了 她没有管我 因为她知道 我不会跟妹妹说的 她解了皮带 合身就睡了 电话里 妹妹一直在唤我 我多想让她上来陪陪我呀 第四张 可能昨天打得太狠了 我陷入了昏迷 李莉送我去了医院 索性没有大事 大夫看我一身的伤 让我住院观察 我知道她是为我好 可是李莉不让 出院时 一个大姐看着我的肚子说 八九不离十是个女孩 我有些恨她 我当然知道是女孩 我也知道李莉不喜欢女孩 可是李莉只是脸色比较阴沉 她什么也没说 我有些高兴 可是很快我就高兴不起来了 扫地的时候 在李莉躺的那一侧 我发现了一把刀 一弯腰就能拿到刀 而每一次我被打 都是再有刀的那侧 我真的害怕了 她自己没几天可活了 不知道姐姐是怀着什么心情写的 纸张没有一丝褶皱 有的只是我刚刚流下来的泪水 刚把日记本藏好 我就听到了脚步声 啪啪 啪啪 脚步有远极近 在我的身后停下 我汗毛瞬间竖起 脑袋嗡的一声 犹如一道闪电屁股 怎么会 这可是我自己的家呀 我用余光撇倒 那是一双男士皮鞋 藏什么呢 我猛的一回头 李莉的脸距离我很近 对我露出夸张的笑容 眼睛却牢牢看着阳台上的梯子 我打了一个机灵 挡住她的视线 姐夫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孩子 却发现你们都不在 李莉指了指阳台上的梯子 用这个梯子能爬到楼上去吗 我僵硬的扭不头 可能吧 我没试过 李莉音策策的看了我几秒 突然就笑了 原来不能了 那真是可惜了 孩子该吃奶了 我得赶紧接她回来了 我转移话题 我身子猛然一蹬 差一点没有栽档 李莉死死拽着我的胳膊 脖子伸得老长 直直地看向我的身后 刚刚你藏什么呢 没有 没有 我想起姐姐日记最后一句话 远离李莉 她是不会坐牢的 我啊了一声 哭了出来 李莉诧异地看着我 姐夫 你家是不是还有别人啊 每天晚上我都能感觉到 阳台上好像有人在看我 我想回家 我痛哭不止 我看到李莉诡异地笑了笑 在我脑袋上拍了拍 眼珠一动不动盯着我 我艰难地咽了下口水 谢谢姐夫 李莉走了 帮我找那人去了 但是她没放过我 我被她反手绑在凳子上 嘴巴也被毛巾塞住了 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我一边祈求 李莉快一点行动 又一边希望她能慢一点 这样就能给救我的人 留更多的时间了 我使劲地挪动着椅子 椅子在地板上摩擦出歌之 歌之难听的声音 我试图连带着椅子一起站起来 然后重新坐下去 一遍又一遍 直到脚下流出一滩白色的液体 我笑差了气 差点忘记了 自己也是一个大肚婆呢 昏睡之前 我听到了撞门的声音 董燕 坚持住 我们来救你了 我觉得自己飘飘欲仙 仿佛听到的都是好话 直到熟悉的声音出现 是警官小和 可惜 不能定她的罪 就因为她有精神病 杀三个人 就那么算了 你懂什么 就算是定不了她的罪 你认为那三家人都是吃素的 她这样最大恶极的人 自有人收拾 又有人在旁边轻轻咳了咳 醒了没有 我有时问你 我缓缓睁开眼 就看到自己的救命恩人 田警官 田警官把过躁的两人都轰走了 然后开始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对 话 是你给我发的信息吧 我没说话 你说 李莉要杀人了 我点了点头 我还要谢谢你呢 相信我的话 你怎么知道 她要去杀人 田警官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我告诉她 有人在阳台上偷窥 她肯定以为是那三个人 田警官点了点头 我猜她还没消气呢 她生我的气 生那三个男人的气 她觉得自己被戴了绿帽子 你说好笑不好笑 救过她的人 她竟然把人家给杀了 田警官不知可否 为什么她会把你绑啊 你到底发现了什么 肯定是怕我整妖蛾子呗 我开着玩笑 田警官一脸严肃 我也正经起来 我家阳台水管 那里有一本姐姐的日记 那里应该有你们想要的答案 是这本吗 田警官掏出日记本 我点了点头 一股酸涩从心底升起 眼泪也控制不住流了出来 我紧紧抓住田警官的胳膊 嘶吼起来 我姐姐是被李莉杀死的 她是有计划 有预谋的 我姐姐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她就是一个变态 你先冷静一下 田警官递过来一张纸巾 待我平静下来 她指了指日记本的后面 一有所指 这里缺失了一部分 应该是被谁死掉了吧 我头往后一仰 闭上眼睛 玩耳一笑 谁知道呢 你报警是为了救你姐姐吧 什么 我歪着脑袋 一时间不明白她什么意思 我是说报警捉奸那一次 当然 我早就说过了 田警官 我撇了撇嘴 我的意思是 并不是你所谓的去劝驾 良心不安 我摸了摸下巴 浅浅一笑 田警官 你认为我是什么意思呢 你姐姐并没有肩膚 我们都知道 所以你报警的本质 就是为了保护董婉吧 我猜 你肯定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 对吧 田警官试探着看向我的眼睛 见我没有说话 他自顾自的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你的第一通电话是报警 第二通电话 才是让李莉去捉奸 我捶下头 但但一笑 只是一个恶作剧而已 关于报警 我也只是怕事情 到了不可控的地步 提前做好准备罢了 再说姐姐生孩子 我不可能不让姐夫知道啊 我笑应的看着田警官 田警官魔光闪动 眼中的疑惑藏不住 我不理解 你明明那么爱姐姐 为什么还会让有家暴倾向的姐夫去捉奸 田警官紧紧盯着我 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 是不是可以说 你和姐姐正在期待着姐夫的到来呢 来完成这个 有目击者的谋杀呢 当然 目击者就是被你们耍得 团团转的三个男人 在你们的计划里 三个男人既可以是这件事的导火索 也可以是这件事的目击证人 我吃笑 我姐姐为什么要这么做 找死吗 田警官点了点头 日记的内容 可以佐证你姐姐已经有了自杀的念头 我收起笑意 心中含义渐气 的确 姐姐的日记里满是阴语 是会让人误会呢 见我不语 田警官有些得意 而一个一心寻死的人 可以死的办法有很多 比如呢 我双手紧扣 田警官放松式的往后一仰 淡淡一笑 比如借他人之手 杀死自己 坐视他杀人的罪名 对了 那三个人还可以冲当目击证人 被人杀死的目击证人 这一步走得真好 可是你姐姐应该没想到 因为自己的一个微笑 改变了结局 从被杀 到自愿被杀 李莉摇身一变 成了爱护妻子 孩子的好人 反倒 你姐成了杀人犯 疯子 话里话外 满是讽刺 一瞬间 我整个人冷了下来 自嘲到 听你话里的意思 是我们设计了李莉 姐姐不是受害者 李莉才是 你要知道 在这场意外里死的是谁 是我的姐姐 我的身体抑制不住的发抖 手指也狠狠的掐进了手心中 就凭你这没有证据的猜测 还想要颠倒几次黑白 还是你觉得 李莉是无辜的 我姐姐就活该被家暴 这里有我姐被杀那天的录像 我把录像愤怒的 拍在了她的面前 能证实 李莉确实是主动攻击 田警官有些诧异我的愤怒 张着嘴巴 却一句话也没说出 或许是觉得 自己说的有些难听 田警官努力冲我 挤了一个难看的笑 我难难自语 无法回应他的笑 姐姐当时的想法 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 但我始终相信 姐姐忍着家暴 批了命也要生下孩子 不是为了死 人死了 就什么也没有了 没什么能大过命 我哽咽着 眼泪鼻涕呼了一脸 转瞬间 又有些激愤起来 李莉家暴 主动藏刀 杀人这些 却是证据确凿 无庸置疑 而你们 因为三个人 凭有问题的人的证词 轻易的 让杀人犯洗脱了嫌疑 成了好人 难道我们 不需要一个交代吗 我怒怒相对 寸步不让 田警官一时哑口无言 跑一会儿才信心开口 其实 我怀疑 你们还有一个原因 田警官从公文包里 掏出来几张纸 放到我的面前 这是你姐的意外保险 受益人写的是你 我震惊的无以言表 拿着保单的手抖不停 田警官看着我 惋惜道 但是 我想 应该没人会拿自己的性命 我很羡慕姐姐和姐夫的关系 他们很恩爱 而我和丈夫却是一地鸡毛 可是很快 我发现一切都是假象 姐夫竟然对姐姐家暴 看着姐姐身上的伤痕 我止不住泪流满面 姐姐擦擦我脸上的泪水 说出了她的计划 借刀杀自己 当然这个刀 就是家暴的姐夫 其实姐姐早就有自杀的念头了 因为姐姐知道 就算不是自杀 自己早晚也会死在李莉的拳脚中 于是 姐姐想到了一个好方法 在姐姐的计划里 姐夫因为杜艺 冲动失手杀死了姐姐 姐姐的目的是把李莉送进监狱 因为姐姐知道 李莉的魔爪很快会伸向我 姐姐愣了一瞬 缓缓打开了书房里的抽屉 头绳 发箍 竟然还有内裤 我瞳孔剧烈收缩 一阵后怕 这些竟然都是我不久前丢失的 就这样 我稀里糊涂同意了姐姐的计划 计划的第一步 假装我和姐姐的关系不好 由我负责把三个目击证人 引入姐姐的卧室 而不引起怀疑 第二步 这些孩子顺了姐夫的杀心 姐姐笃定自己的这个计划会成功 是因为她知道 姐夫对自己早有了杀心 床下的刀子就是证据 可是万万没想到 后来事情完全脱离我们的掌控 因为姐姐死前的一个微笑 李莉成功脱罪 我想如果姐姐知道这个结果 会死不瞑目吧 是的 生产那天听着姐姐痛苦的声音 我害怕了 我怕自己真的没了姐姐 怕三个男人不守信 于是我报了警 我希望警察来拯救姐姐 拯救我 可是 没有等来警察 只等来了救护车 晚了 一切都晚了 我知道 如果我不能给姐姐报仇 我也会死不瞑目 那三个男人死得不冤 曾经 我们也相信过他们 可是他们选择了冷漠 我们早该知道的 当家暴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们的无动于衷 我就应该明白了 从开始的畏畏缩缩 到后来的享受 这份偷来的刺激 仅仅需要两次就够了 是的 第二次的时候 李莉就发现了他们 可是他并没有选择揭穿 反而打得更狠了 这个家 俨然已经成为了他施暴的舞台 他开始享受男人们羡慕的目光 三个偷窥者 则开始享受这偷来的刺激 所以 后来我再赌 姐夫是否能够再次接受偷窥 结果 我赢了 姐夫杀死了他 早已看不惯的男人们 收起回忆 我送走了田警官 他虽然有些遗憾 但案情确实无懈可击 我拿出缺失的几张 日记 我发现了刀 这意味着 我的忍耐没有任何意义 我可以死 但是我的孩子不能死 于是我告诉了妹妹 我的计划 计划里 李莉因为冲动杀死了我 三个人渣 成了我被杀的目击证人 我早就想死了 如果我的死 能拉几个垫背的 我死不足惜 当然 这是我和姐姐的秘密 也是不能让田警官看到的日记 一间乡间小屋 走出来一个面容扭曲抱孩子的女人 结 李莉死在了监狱 我从她怀里接过了孩子 姐姐露出一副茫然的神情 但很快就恢复了瓶颈 王强 她 我犹豫着怎么开口 妹夫 姐姐眉头一蹴 我抿了嘴 神色复杂 是 带回来一个女人 现在闹着要离婚 还要跟我抢孩子 姐姐冷笑连脸 我已经看走了眼 以为是一个老是好拿捏的 没想到 转瞬之间 姐姐目光冰冷 既然孩子已经有了 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 孩子他爸就不用留了 姐姐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 就像上次死前的微笑